腦刺激破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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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所提到的 腦刺激破坏树这一部分的话 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旧一点点的科技 所以它在我们台湾 其实已经是几乎没有人做了 因为它的那个刚才讲的造成 走路会有一场的机率高 3%到4成 目前只有少数国家还有在实行 那我现在图表列出来的部分 是异撒刀跟我们主流生部脑刺激数的比较 那我们异撒刀的部分的话 它合并症的几率是17% 那这合并症包括病人觉得头皮会麻麻 或头皮痛痛的这些也都算 那最主要其实都是这些的合并症 那在生部脑刺激数30%左右 那主要是些伤口疼痛 但是偶尔也会合并一些像走路部 或是局部感染导致的 手脚无力的情况产生这样子 那脑出血的发生率的话 在异撒刀的部分是很低的 其实基本上在各个论文中 跟我们自己的实力 并没有看过任何脑出血的现象 是0% 生部脑刺激数大概3%左右 会出现他有出血的情况这样子 那依撒刀这边的话呢 只要他住院一天术后 就可以立即出院了 但是生部脑刺激数呢 因为要观察他本身植入的位置 还有病人之后术后恢复的一些 意识状况 甚至有没有局部的出血状况 可能需要观察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出院 那费用的部分的话很可惜 依撒刀目前并没有健保给付 目前都是自费使用 大概一次治疗 一边的手脚大概是60万左右 那生部脑刺激数符合资格的话 是有健保给付的 但是因为他是给付在于 他的那个插入的电脂 电磁的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自费更换 约莫40万左右这样子 那不过 依撒刀的部分需要考虑 因为我们基本上 他不太算是传统手术 不太需要去开颅 所以他需要考虑 我们的头骨密度的问题 如果头骨密度不适合是不能做 但是生部脑刺激数 就比较不需要考虑 头骨密度的问题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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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